酝酿多年的石劫美大坑西村,又称大坑西新村,重建项目。 周五,十日踏出关键一步。 承规会周五批准其发展方案,准许兴建八栋分层住宅,提供3347个住宅单位。 作为安置现有居民的单位和港人首次置业项目新供应。 大坑西村占地约2.09公顶。平民屋与有限公司,下称平民屋与市区重建局,下称市建局建议。 放宽有关用地的高限和地积比率,以兴建八栋综合楼宇。 其中两栋共1289个单位用作安置现有居民。 六栋侧交与市建局拨作港人首次置业项目。 提供2058户,有关申请获成规会批准,为部分区内居民和地区人士不满。 批评平民屋与等未有交代详细的安置安排。 平民屋与欢迎成规会对该项目批出有条件许可。 将积极与市建局共商最佳方案,以满足承规会各项要求,同时全力开展重建工作。 平民屋与有强调,一直透过住村社工队了解居民的需要,并于今年10月向各户发放大坑西新村重建项目资料概览小策子。 以及先后举办16场简介会,协助居民了解重建计划及了解居民意见。 至今已接触于700个住户,未来会继续有关的工作。 同时,平民屋与预计,若现有居民于明年底前顺利迁出,重建工程可于2027年完成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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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